男孩长了一双通天眼,一个眼神就能击落卫星,还能召唤异次元世界。 今天星星给大家带来科幻片《午夜逃亡》。 故事要从一次儿童绑架事件说起,绑匪罗伊绑架了八岁的小男孩麦耶,目的为何我们还不得而知。 麦耶从小与养父牧师生活在一起,发现麦耶被绑架之后,牧师交代手下信徒一定要找回麦耶,之后便和往常一样来到教堂步道。 但就在这时,FBI却过来逮捕了牧师,牧师被带到审讯室。 国安局员工保罗负责审讯牧师,保罗询问牧师他的步道词里面出现的数字,到底从哪来的? 这些数字涉及到了国家机密,普通人根本不可能知道。 牧师回答说,这些数字都是养子麦耶告诉他的。 牧师还告诉保罗一个更惊人的消息,麦耶的生父正是绑匪罗伊,那罗伊干嘛要绑架自己的儿子呢? 现在把镜头转到罗伊这边,麦耶被绑架的消息很快就上了电视。 但是,罗伊带着麦耶来到朋友卢卡斯家避难,奔喜一夜的他很快就睡了过去。 就在罗伊睡得正香的时候,却被房间的正感惊醒,罗伊意识到是麦耶那边出了问题。 他赶忙撞开麦耶房门,发现麦耶眼里正射出一道强光,而卢卡斯正沉醉于这道光韵里。 罗伊眼见形势不妙,超级地上的灯锁砸晕了卢卡斯。 由于房间墙壁被震坏,阳光照了进来,麦耶的眼睛也因此被灼伤,麦耶身上似乎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。 为了弄清麦耶为何能知道国家秘密,保罗对教堂的信徒进行了问话。 从信徒口中,保罗得知麦耶身上有着异乎寻常的超能力,他的眼睛能发出一种可见光谱。 但是据目击者说,他们在光谱里并没有看见任何东西,而是感觉到了一种让人安心的感觉。 对信徒来说,麦耶仿佛就是上帝一般的存在。 其实麦耶的能力远不止如此,他还能够实施追踪卫星电台复述里面的内容,保罗口中的国家机密正是麦耶从卫星中获知的。 这天晚上,罗伊带着麦耶来到加油站,就在他去给麦耶母亲打电话的时候,麦耶却自己从车上跑了下来。 等到罗伊回来之时,却发现麦耶无意中触动了天上的卫星,卫星瞬间坠落,引发了一场小规模的流星雨。 罗伊赶紧带着麦耶逃离了现场,上车之后,罗伊却发现麦耶耳朵鼻子里全在流星,似乎是身体出了一些问题。 很快一行人就到了麦耶母亲这儿,母亲担心儿子的安危,但是罗伊却说只要在审判日的时候将麦耶急事送到审判点,他就会好起来。 现在罗伊的动机算是清楚了,他知道儿子的身体出了状况,而拯救儿子的办法就是带他去到审判点,所以绑架事件其实是个乌龙。 三人开着汽车继续赶往审判点,但是半路上麦耶的眼睛却再次失控,不停地发出强光,麦耶吓车呕吐,这时他身边的草地竟然也开始枯萎。 麦耶发现FBI的直升机已经追了过来,于是他让母亲开车离开,自己和罗伊一头钻进了树林。 父子俩在树林里躲了一晚,第二天麦耶看到了出生的日光,他的眼睛也随之爆发出一股巨大的能量波。 之后麦耶和罗伊来到旅馆与母亲会合,并解释了他在日光看到的一切。 原来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世界,只是人类无法看见那个世界,麦耶就是从那个世界跌落到了凡尘。 罗伊打算带着麦耶继续上路,但是刚出门就遇上了牧师派来的信徒,信徒击伤罗伊,带走了麦耶。 之后罗伊便开车追逐信徒,然而走到半路上却发现信徒的汽车被FBI拦截,而麦耶已经被FBI给抓了回去。 FBI对麦耶进行了审讯,麦耶却直接提出要和保罗对话,而且只和保罗一人谈话。 等到众人已离开,麦耶就用超能力操控了监控画面,接着又隔空打开了审讯室打门,保罗走进审讯室,麦耶启动通天眼,让他见识了更高世界。 保罗被眼前的光景震撼到,将麦耶送回了罗伊手中。 之后,罗伊继续带着麦耶赶往审判点,一星人冲破了军方设置的路障,来到了一片树林。 麦耶和父亲依依不舍的道别,父亲继续开车引开军方的注意力,而麦耶则和母亲来到了审判点。 只见麦耶开始双眼冒光,没一会儿功夫,异次元世界便被麦耶召唤了出来。 众人看着眼前奇迹般的建筑,不敢相信他们一直生活的地球居然还有不为人知的一面。 在麦耶这边,很多散发光芒的生命体也冒了出来,这些生命体并没有物质实体,他们穿过母亲的身体,将麦耶接了回去,异次元世界也就此消失。 影片最后,父亲罗伊被关进了大牢,他望着远方的天空,眼神中冒出一团白光,想来应该是来自麦耶的问候吧。 好了,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,这里是科幻战舰,要是喜欢星星的解说,就点赞关注一下吧。